两种耳熟能详的设计风格 要做出低调奢华的感觉 凤减风格是分很多层的 精心解读力求完美 只要是经典的永远都会流行 和年龄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最担心的就是冬季不能入冬季的完整 中秋现场解惑答疑 八千块做出了五万块的效果 交换空间 但玩转极限 装修队队胖温暖心贴心 大家好 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是装修小圈 今天呢我还是在上海 也是在一个装修的大工地 大家从我身后的这个红色的气宇 适合的建筑也看出来了 这就是今年上海世博会的咱们的中国馆 非常的漂亮 在蓝天之下红红的中国馆 显得很有气质 那现在中国馆呢还没有开馆 还有一个多月才能开馆 我们呢可以从外面先赌为快 这一大片现在都在紧张的施工和装修当中 那话说回到我们的交换空间 这一次就选我们交换空间的两个小家庭呢 他们都不是老上海人 都是外地人扎根在上海的 那现在呢有一种新的称谓哈 叫做新上海人 我现在呢先去拜访其中的第一家 欢迎好 没找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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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小心 来来 进门先吃个澡 谢谢 我们家乡的澡 你们家乡的澡 你是哪里人 河南人 河南人 你呢 我都是河南的 我都是河南的 这是我们老家的澡 您尝一颗 是最澡 对对对 我们要先吃一颗 好吃 好吃淡淡的酒味 淡淡的那种撒娇的味道 对对对对 人家是一个城市的吗 对 都是河南的 可好嘞 在上海落户了 对 这房买的 这房子07年买的 07年买的 高岩梅俊家的二手房 已经买了两年多了 室内装修和家具 还是原来的房主留下来的 虽说已经很过时了 但是两个人却从来都没有改造过 一来是实在太忙 没有时间 二来就是他们小两口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 那想装成什么样 在风格上 颜色上 给一个大体的设想 比较温馨一点 就是 田园的 对 清新一点 有点那种 家的感觉再浓一点 比较适合我们的年龄的 其实挺简单的 一个是把年龄感降下来 显得年轻一点 再一个就是说 刚才说了一个田园的 行 那大家刚才看了 他们家呢 整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确实跟他们俩的年龄呢 不是非常相符合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想法 告诉设计师 看看他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让我们的观众也认识一下 给他们俩进行改造的 这位设计师 设计师西东梅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 运用光影色彩从视觉上拓展空间比例 使他比较擅长的设计风格 梅俊家的面积很宽敞 但是呢 实际看起来却显得就是比原先的面积要小得多了 那其实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 他的客厅和地板的颜色太重 和墙面形成墙内的反差 会使得空间小 那么第二呢 是他的门套太多 太零闪 而且门套呢 也很宽 这样子的话呢 也显得他的空间会显得变得小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他家的吊顶太低了 低的话呢 就显得空间会很压抑 这样这三个原因加起来呢 就是他的空间 比原先的面积会小很多 那么我们采取的走法呢 就是整合提亮 那么西东梅会在梅俊家 变出什么空间魔术呢 哎呀 哥你好 你好 我这给您的是东北市的热情拥抱 你东北人是吧 这样子呢 你好 小天你好 你好 我是浙江绍兴的 所以呢 我给你一个绍兴水乡情怀的文化掃掃 我们加深一下文化 好 谢谢 在那边呢 在那边呢 是吃了河南的大枣 到这儿呢 接受了东北的拥抱和绍兴的握掃 真好 看看你们家 挺新的嘛 谁装的 这些 以前谁设计的 是我亲自朝道设计的 厉害厉害厉害 那你能不能讲讲你的设计的理念是什么 我当时的理念就是说要把国际的多元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家的 变墙 是现代简约的 这边突然变成田园了 这是田园的非常清楚 因为它是这个小碎花 看上面 是不是觉得很超现实主义啊 后现代的 可能在看那边 我们的家具呢 我选了 欧式的 非常欧 非常欧 欧了 我们家混搭的很另类 混搭 那是什么呀 那是一个臭相主义的作品 想先一算是什么 我猜它应该是壁炉嘛 但是你有把一个人放在里头了 这就不可惜了 所以来我家能够说出这个是壁炉的人 几乎没有 非常少啊 主要因为里面放人了 对 你这还真是的 各种各样都有 各种各样的都搭在一起 你喜欢吗 说实话 我真的不太喜欢 但是它装修又很辛苦的 我也很辛苦的 但是呢 还是很希望能够 女孩子嘛 我都喜欢那种温馨点的啦 浪漫点的 然后有点小甜蜜 最好两个人有点小情调的 今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要把圆圆娶娶回家 所以说呢 这个家一定要把圆圆满意才行 当心忙的 对 那新娘怎么不满意不行啊 未来的新娘子 对未来的新房的设想 他提了几个要求哈 我们把这些呢 都告诉跟你们做改造的设计师 好吗 让我们的观众也来认识一下 这位设计师 从我第一眼看到那个房间 认识小帅夫妇以后呢 我就基本上固定了 我的装修风格 要做出那个低调奢华的感觉 我的装修经费 只有八千块钱 但是呢 我要做出五万块钱的效果 你们信吗 不信 怎么巧 要花八千块 装出五万块的设计效果 是设计师的实力雄厚 还是他在吃人说梦呢 低调奢华 遇上了清新田园 一位设计师信心十足 另一位设计师自信满满 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风格 您更喜欢哪一种 在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里 两个家庭分别用八千元的费用交换装修 改装彼此的居住空间 本期目标空间 客厅 好了我们现在要发红包了 帮我拿一下 这个先发两个红包 这两个红包里呢 是个八千块的装修基金 是由叶之峰装饰提供的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用于对方家庭客厅的装饰装修 能乱花的 好吗 来 我觉得现在的气氛真是热火朝天呀 那边的机器轰鸣声 后面的各种装修的声音 好 来我们再来看两个大红包 接着发 这两个大红包里呢 是个价值八千块的家电基金 是由美帝梵蒂罗冰箱提供的 也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小家电八千以内都可以 不客气 现在我要把百宝箱扣上了 等到四十八小时结束之后 如果你们表现得还好的话 我们就再打开它 看看里面有什么礼物啊 来 好 谢谢 好 一定要看好了 这不是自己家的钥匙 而这是对方家的钥匙 四十八小时 倒计时 开始 吃吧 鸡脚修华应该是那种 很有情调 很华的感觉 那应该很费钱吧 那适合我们年轻人吗 听说设计师要把这里设计成田园风格的 田园风格是我们家园园最喜欢的 不知道我们家是否也是田园风格呢 田园 小西花吧 让我 田园风格是分很多种的 有中式田园 有那个英式田园 美式田园 那就是美式乡村田园 像它其实有些地方可以用美式乡村田园和中式田园的 因为美式乡村田园它是比较自然的 像英式的话呢 它是以秋木华木为主的 那么它是呢 就是比较经典典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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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哎呀高远家你家一定会很漂亮的 红队的主要目标是低调奢华的木制品 可是他们逛的这地方好像有些片里目标啊 哎毛剑我有点懵啊 你说他们家的风格是美式的 低调奢华的 对 可是我看这边他们家风格全都是忠实的东西啊 你确定我们是到这家来买东西吗 确定啊 你确定吗 确定啊 美式的 对 低调奢华 对 其实呢 花板呢 还是有很多门类的 里面呢 另有前观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你们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中式的花板 中式的花板呢 基本上就是 以木头的本色为主 而且呢 它有很多的 中国的元素 比如你们看 这个就是 蝙蝠的造型 对 蝙蝠的造型 那么就是 象征着腐气的意思 这一块呢 就是 欧式的花板 欧式的花板呢 基本上是需要上漆的 比如说白颜色的漆 金颜色的漆 它里面呢 就是一般都是用一些 欧式的一些 藤蔓花朵的元素 但是欧式的花板 和中式的花板的区别 欧式的花板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大的象征意义 还以为外国人 没有掉花板 原来他们也用掉花板 有 他们也用 第一次简单 在简验风格当中啊 这壁楼这个元素 是很少存在的 而且这个壁楼呢 说得说实话 是不能不累 所以和我的风格 也是完全不协调 所以我们要把它砸掉 那么这一块的话 电视背景 虽然做的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和我的风格呢 也是完全不协调的 所以我们也坚决 要把它砸掉 好 开始 红队的拆除工作很简单 电视墙 壁炉砸掉就行了 可是从没干过活的 小两口 却遇到了难题 蓝队的西东梅下手就很多了 酒柜 鞋柜 还有原来的门套都得拆 两个 勇气可家的房子 你家有 洛书的门没喽 我家有 远远 你们家的混搭大杂会没喽 现在变成大工地了 远远 这么好一个门套 为什么把它砸掉 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 原先如果真的还是放在这儿的话呢 那这个门套其实是很压抑 因为它整体一个风格都是很压抑的 那我们打掉以后呢 会显得有一个空间的延伸 那会显得亮堂一点 那么再后呢 我会把它做成一个拱形的门套 因为做成一个拱形的门套呢 是这样子 就是在田园分隔 其实拱形的门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处 那做成以后呢 既能够体现一个田园分隔 就是它的空间能够活泼一点 红队的雕花板现身了 只是为了节约经费 毛剑选择了半成品 红队的小两口得在现场刷漆 这项工作 他们完成的还不错 还挺重的吗 对呀 对呀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紫面石膏板 紫面石膏板 对呀 那是什么做的呀 那紫面石膏板当然是石膏做的 然后呢 它表面再附一个纸面 这样的话 它的韧性都会更加好 然后不容易出些裂缝 新石膏板 它是分很多种石膏板的 但是像我们做背景墙之类的话呢 我们就要普通的紫面石膏板就行了 那像卫生间的隔断墙 或者卫生间的吊顶 如果用石膏板的话 必须要防火石膏 防水石膏板 防火石膏板的话 可能用于吊顶之类的这样子 那其实吊顶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普通的紫面石膏板 但是我们防火 就是吊顶的龙骨 我们必须要做防火处理 那这么重的石膏板挂在墙上 不容易掉下来吗 不会的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的功能呢 首先把它做在墙上的话呢 先用石膏板做一个基层 那么做完基层以后呢 我们再用紫面石膏板做上去 那么然后再定时 它肯定不会掉下来 那么而且呢 做石膏板做基层的话呢 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将来我涂料涂在紫面石膏板上 它不会出现裂缝 就很快的裂缝这样子 原来那个吊顶呢 是以简约风格的 里面是安装了一点灯带 那么我们现在做美式风格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加一点石膏线 是主要的目的呢 是增加它的性调感 诶 什么事 这边 你拼了橡皮膏 没有 这个不是橡皮膏 这是绷带 那绷带的话呢 其实也分的 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是有孔的绷带 那有的是没有孔的 有孔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的话 对那个就是 把玉板之间的这个结婚 更加好一点 它分心更加强一点 就是将来以后 涂料披上去之后 会不会出不容易出血液 一个的话呢 它会容易出血液 欧式的雕花板 原来是安装在卧室的门上 来 宝剑 原来这么这样的隐藏门也挺好的 为什么说会这么大力气 安这个东西呢 是这样的 原来他们这个隐藏门呢 是简约风格的 应该是说 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并不适合我现在做的那个 带有那个低调涅滑的那种感觉的嘛 所以说呢 我要把它 换成这个纹路 首先是底面是白颜色的 这个纹路呢 带一点美式的话呢 这样呢 感觉就是 更加湿滑一点 就是装了茶色的镜 那你们猜猜这个成本的话 应该是多少 你们猜猜看 这个啊 我觉得应该有几千块钱吧 对啊 肯定好几千的 没有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它这个门板 花板的话的成本 基本上就是在四到五百块钱 它茶色镜呢 也就是一百多块钱 那加钱呢 就是六到七百块钱 你太有材了 有材了还在这里 你们看啊 这个门的话 自动能够关闭 这里不在了 对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呢 是安装了一个新的 叫闭门角链 原来呢 一般隐藏门的话 都是装了一个 很笨重的 闭门器 所以说 现在呢 我们装了闭门角链以后呢 它自动的会把门关住 而且呢 我们不需要在这边的话 安装一个门锁 这样的方便 破坏整个外形 我们只要在里面 安装一个拉手 或者是一个插箱 那就够了 黄色也是田园风格的 一个代表色 也不是说代表色 它是一个藏用色 就是怎么说呢 像有个人家 用绿色也有 用黄色也有 基本上都是 用比较亮的颜色 比较亮的颜色 比较清晰一点 天然一点这种颜色 一些南亚的田园 田园风格的话呢 它这种颜色 都是偏重的 就像暗红色 咖啡色 这样子的 这样也是田园风格的 对对对 田园风格的 其实是颜色很多 我可以就是 你家或者就是 你家的风格 或者你更喜欢 拿一种色调 我们来再帮您设置 这样子的 那像 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我最新喜欢 我最新喜欢粉色啦 粉色啦 那这些的话呢 其实用在卧室的话 是比较多一点 这样它比较温馨 对对对对 不知道我家会被它们 伤到什么颜色 红队也开始做 墙面的处理了 只是涂料的颜色 与过去比变化不大 毛姐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好像也差不多呀 为什么要换这个颜色呢 这个两个颜色 你是初看的 这两个颜色 没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干了以后呢 这两个颜色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 这个呢 是属于咖啡系 这个呢 属于米色系 那为什么用咖啡色呢 咖啡色的话呢 是我们做 比较色法呢 是比较常用的一个颜色 因为它们的房型 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整个大的墙面 是用一个比较淡的咖啡系 但是呢 我们的窗帘 我们的壁纸 在局部上面 我们用的是 比较深的那个咖啡系 这样呢 有一个层次感 深色的地形 对对对 它是一个树 树发纹的 这样子呢 会有一个空间的延伸 那像这种的话呢 它也是一种自然的田园风格 像中式田园风格 它用这种延伸 就是偏多的 因为它是一种金黄色 像秋天的麦子 就是风搜 它是一种金黄色 这样的 它呢 是做的是那种烧黑色系 就比较 比较 比较低调 那么我们还要做出色滑的感觉 如果做出那个色滑的感觉呢 就是 它在晚上那个灯光一打 这样就会显出那种金颜色 而且它的那个元素呢 也是欧式的传统的藤蔓元素 所以说在灯光上 它的效果会特别色滑 慢点 好 好 当一点啊 哎 毛先生 这个也是地道收华吧 真好看 对 这个呢 我们主要是为了掩盖它原来的简约风格的这个元素 我们呢 用了一个美 也是同样的 用了一个美式的花板 把它做一个影 而且呢 这是它原来的 茶色的镜面 那我们现在呢 那个隐藏门的镜面 正好形成一个灰音 大家好 欢迎走进家庄气象站 在人类所有的情感当中 有一种情感需要用火红去形容它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美 也许在你的梦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景 那就是铺天盖地的玫瑰将你包裹 那种幸福的情感围绕着你 没错 今天呢 我们这个作品就是把这种场景变成了现实 它有一个非常想念的名字叫做爱情 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下门设计师陈芳晓的作品 有人说设计师是讲故事的人 其实只要有一颗创意的心 任何事物都可以信手念来成为设计的源泉 一对新婚的恋人 请我为他们打造一个非同一般的心房 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去看 我这个叫做爱情的作品 这是一个套内面积50平米的小户型 设计师应一对情侣的邀约为他们打造了浪漫其乐的婚房 在这里有芳芳的玫瑰 璀璨的星空 碧蓝的海洋 而这一切完全都是通过最普通的材质来完成的 看点一 璀璨星空 通过一组LED灯设计师营造出繁星点点的夜空 让一对新人即使在家中也可以抬头数星星 低头有玫瑰 抬头有星空 意境很好 实际上这一片星空是用LED灯打造出来的 LED灯是现在照我们的一种方向 这种灯的好处就是非常的节能环保 符合现在低碳的要求 你看像这么多的灯头放在这里 它一天耗不到一度电 它的价格 每一个小灯头的价格是15块钱左右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了 同时还有一个建议是 如果有儿童房的话 给小孩的房间安上一些这样的星星点点的LED小灯头 一来像星空一样很有趣 二来小朋友晚上的时候 也起到一个小夜灯的作用 其实很有意思 LED学名是发光二极管 是一种固态的半导体器件 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 LED最初用作仪器仪表的指示光源 后来各种光色的LED 在交通信号灯和大面积显示屏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 圆润流畅的沙发和泡物线型的灯具 让空间充满了现代气质 看点二玫瑰娟花 很久以来 玫瑰就是爱情的象征 为了实现女主人浪漫满屋的梦想 设计师用了几百朵火红的玫瑰娟花 点缀转沙发背景 餐区 最后一直弥漫到卧室的墙面和屋顶 这种玫瑰娟花每朵 只有几元钱 满屋的玫瑰花 只花费了几百元 而且它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凋零 这个昏房花费不多 但是效果出色 而且它的各种材质都便于拆装 以后主人可以随意更换转中式 来适应日常的生活 艳医的玫瑰从客厅的墙面 飘到了卧室的墙面和顶面铺天盖地的 可能你会问这么漂亮的玫瑰 是怎么固定在墙面上的呢 实际上它是用红色的绢花 然后加上玻璃胶固定的 用玻璃胶有一大好处 就是当你不需要它 或者想换别的花朵的时候 轻轻地把它刮掉就行了 不会影响墙面的光洁度 好了 顺着这道漂亮的新型的门 我们就来到了主卧的空间了 它呢是用红色的有机玻璃 做出来的一个造型 在这里它象征的是 两个人一心一意地 去共住自己的美好生活 新型的卧室外面是碧蓝的海景 里面布满了甜蜜的玫瑰 一切让这个昏房的浪漫指数达到顶点 旁边的衣柜也是用红色的有机玻璃来做柜门的 巧妙地做成隐藏式 看点三 钻石吧台 这个空间的吧台是用茶镜来打造的六面体 它把餐区和开放式厨房流畅地连成一体 极具时尚和现代感 大家看到的这个八台 我的灵感是来自于钻石 它有非常多的面 这么一个复杂的面 其实在施工工艺上是很简单的 大型板做底 茶镜 用玻璃木墙胶进行粘合 非常的牢固 如果你真要想把它砸下来 还很不容易 看点四 不出房门来看海 身处厦门这个浪漫的城市 新婚的小夫妇 最大的心愿是能坐拥大海的美景 可惜自家的阳台 正好处于楼房天井的位置 景观被邻居家的墙给挡上了 设计师想了一个好办法 站在这里远眺海景 是不是很惬意呢 实际上这个海景是人造出来的 它本身是邻居的墙 原本是很闷的 放上这样的灯香布之后 就显得很有情趣了 它的价格是每平米50多块钱 所以这一大块算下来 就是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为我们造了一处美景 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巧妙的 好空间启示 玫瑰绢花物美价廉 装扮居室 效果非同一般 有了灯香布 不出房门也能看海 LED灯帮您在室内营造 璀璨星空 爱琴这个作品营造的氛围非常的足 但是仔细的想一想 它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很普通的 比方说普通的玫瑰绢花 普通的灯香布 以及非常实惠的LED灯 那它的装修费用算下来呢 整个房子的套内面积是50多平米 而所有的费用加起来不到7万块钱 取得的效果 其实不同寻常的 我想这当中一定有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些地方 好了 今天的加上气氧站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 红蓝两队的加上进程 好 放心 咱们家原来不是有一面镜子吗 对啊 看不出来啊 这就是原来的镜子吗 这是原来那块镜子吗 对啊 这面镜子的话就是这样啊 这样处理的 原来的镜子呢 我们把它划掉 嗯 那么我们又是加了一个 这么一个原来化油化的那个镜框 那么这个镜框的价格呢 大概是在60元左右 那么再加上原来的玻璃 那么整个价值也就是60元 但是要买成品的话 这个价格可能要700到800多个子了 怎么样 可以 加了框 感觉华丽多了 对啊 高贵的 然后就把整个风格是完全协调 对对对 有人吗 喂 小冰 谢谢 哎呀 这都弄的差不多了是吧 对对 挺漂亮的 呀我跟你们讲啊 那个我自从做了交换空间这两年吧 就特别爱巴垃圾箱 经常的巴垃圾箱 真的 刚才我在你们家门口 又巴垃圾箱了 不是你们家门口 是你们改装的这个家 对对 他们家门口 找到什么好多 我找到两个这个 这是它原来的灯上的灯罩吧 对对对 这都裂了 可能放的时候 没小心这有一个裂缝 但没关系 它的大型还在 我把它当旧改造 交给你们俩和设计师 好 想想 你们想想 我见到过 我见到过 用这种类似的灯罩 改出来的特别漂亮的东西 真的特好看 行 我们动脑脑子 动脑脑子 好好想想 变得一位宝 当帽子显然是太沉了 也太小了 当喇叭 当喇叭可以 对对对 一人一个 好好想吧 好的 好 那行 那你们就先忙着 我去你们家看看去 好 拜拜 拜拜 然后怎么样呢 没有 没有头绪 这能改变什么样 这不是比目鱼吗 刚才呢 在他们家里 打烧垃圾的时候 我发现有那么一条鱼 我呢 把它上了一片金粉 那么我们 我是这样的考虑 看看行不行 这个相关吗 我们呢 把这个 到时候呢 我们用那个金颜色的喷漆 把它全部喷成金色 我们把这个呢 作为一个底座 把这条鱼呢 安在上面 在上面 哎 你看 这不是一很好看的工艺品吗 哦 你看 做一个装饰品 对 对 一条旧的鱼 加上旧的灯罩 跟上金漆 原来便费为宝 也不难呢 我看这挺像个大喇叭的 要不咱把它改成一个喇叭 天天家里家庭广播 现在开始 美郡队的高颜喊 老婆 我爱你 就是呢 我们可以利用 就是它原先不是这个灯上一个虚线吗 那我正好在外面买了一个垫子啊 就是穿一下 这样子 可以做一个花瓶的一个底座 就像个花瓣型一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考虑把它刷一个颜色 在旧灯罩上涂好黄色涂料 再加个草边的垫子 虽说蓝队的旧屋改造简单 但是却美观又实用 哎呀 好了 我雷你们 开一看 这个是什么 看一看 散开 好 这也太雷了吧 太雷了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一条奢华吗 这个朝阳图啊 这不是一个完全纯宗式的东西吗 中国的肯定是宗式的 好 那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个呢 其实我们做的封本呢 属于新古典风格 那么它整个的色彩 包括这个金颜色 和我们整个美式的风格 还是比较协调的 而且这话评估 而且很有含义 一个呢 是朝阳图嘛 就是代表着新的开始 含义呢 就是中朝阳凤的概念 就这意思 太有腔调了 老于腔调了 在这一次空间当中呢 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这几个门套 那原先它的门套 因为是过宽过大 过沉重 现在改造以后呢 它现在就是比较轻巧 而且呢 又能够体现了 它一个田园风格的一个主题 那么像这个八台的话呢 也是我的一个得益自作 因为呢 这个八台 从成本来说 它是比较经济的 但是呢 它又起到了一个装饰 达到了我理想中的一个装饰作用 看吗? 看看看 看吧 给你们吃点定心玩 我看你们俩都紧张得 连说都不话了 叫梦中的田园 起了一个名字 三二一 哇 啊 变的 什么 都变了 变的 这个 我以前就 进门的地方 我就特别不喜欢 那个玄关 特别老气 对 给你拆掉了 太漂亮了 这是一个 对 这样一下子感觉 空间就大了 是吧 对 你看是这样子的 这是两个鞋柜 然后这两个呢 是 这一座这三鞋 很便宜的那种感觉 好了 这个灯 这个灯好看呀 这灯和那个灯 是一套的 这是大灯罩 那是小灯罩 但好几个 这个边缓好大的 拆了一半 对 上面整个都没有了 上到那个 实在是太沉重了 是吧 我觉得说40岁都年轻了 比60岁 就原来的那个柜子的年龄 下年轻了 二十岁了 这个圆形的这样子 圆形的 然后下面是没有拆 因为还要保留处的空间 但是给你变成白色的了 这个颜色一变 感觉完全就不一样 就年轻了 给加了地址 然后你看到了 这是圆弧的这样的门套 它那个门套也是圆弧的了 这个也变成圆弧的 对 把你原来的外处的那个给拆了 发现了吧 你原来包的 包的那个 对 拆了 我都忘了原来是圆弧的 这儿也给你拆了 也变成圆弧的了 我以前就想要这种颜色的那个墙 是吧 那为什么没刷呢 我们这个行动 真的想不想出来 然后觉得好像刷了 我跟年的颜色配角还是会爱 但我喜欢这个隔板 我就一起想弄一个隔板 我让他帮我买 他说我们家弄上很麻烦 我眼光不行 你眼光不行 自己承认眼光不行 然后我的娃娃也有地方放了 对 你的娃娃 你们俩的照片都可以放在上面 这个特别好 然后窗帘就都是配套的了 沙帘和布帘全部都是田园的那种小花的 颜色就不是很强 因为你这个屋子里的颜色 现在主角是它嘛 是这个明黄色 然后它还配了那个定属背景 常用地址这样做的 这个墙是现做成来了吗 这块这个厚度 这是石膏板 是加出来的 天哪 那我们把加工程量这么大 对 你原来是个平的墙 对 对吧 那现在它给你加出来一块 然后给你做了这个门 像门一样的这个线条之后呢 就跟这儿呼应了嘛 天哪 才48小时 设计是怎么搞的 加了一个小导台 有一个分区这样可以打开 对 一个分区 一个分区呢 一个是有一个分区的功能 再有一个呢 你这儿也可以放点东西 也可以当成一个V型把台来使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对了 这我改造你找一下 就是你们家原来那个灯啊 在这儿都有三个灯啊 对 那个灯 灯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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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 还放过一个那朵花 对对对 其实吧 它还等于改了两样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是把这个灯罩给它刷黄了 跟墙的七是一个颜色 还有一个就是这绳子 是你们家原来灯上的 对对对 对了 最近一个小帽子 这是一个餐垫 这个展开来是一个圆的餐垫 铺在桌子上的 然后他买了这样一个竹子的餐垫 因为疼的餐垫 因为你们家是天院风格嘛 对对对 他就把它给系上了 这样它能够保持平衡 能站不住 然后给插点花 这个时间这么短 怎么改了那么多东西 感觉好像完全都变了一样 是吧 就是里面的摆的东西 感觉这是我家 那个东西是我的 但是整个的房子 好像都不一样 不一样 感觉上是大乡情 完全变了 那走吧 我们去那边 你悄悄告诉我 那边和你们家比怎么样啊 悄悄的 哦 通常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不一定 走吧 这套设计呢 主要是以符号化的古典元素 来体现经典的主题 第二呢 就是以中西两种元素的融合 以及对照 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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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现在是需要再剩一会儿看呀 还是马上就看呀 长通不软 太刀斩乱马嘛 你呢 圆圆 行 就这样 号称八千块做出了五万块的效果 哇 天啊 号称是不是这个效果得看你们俩的评判 我找个角度让你们看得范围大一点 好 来 我们看看 开始了 三 二 一 哇 天啊 是我这样吗 这个 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是你喜欢的那种吗 是的 是的 真的 哦 这个也换掉了 哦 这个也换掉了 没有看到吗 哦 天啊 这个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的卷草 卷草纹 它有点像那种祥云的感觉 有点像祥云 没错好多人都这样说 对 然后 我好像是一下子特别多的惊喜 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说 小云 又一遍 这个门和这儿 吊顶是一样的 是呼应的 嗯 真好看 这吊灯我太喜欢了 吊灯啊 我真的觉得有点 不知道这个 这家我都不太敢住了 感觉 这不是八千块装出五万的感觉了吗 有点是宫廷的感觉了 那你以后更要把我当公主 从我才敢住 没问题 他就是做一种什么呢 就是低调的奢华 我们往里看看 所谓低调的奢华 从哪些元素能体现出来 比如说这个墙纸也是卷草纹的 这个就很低调 但是很奢华 这个电视柜是给你们新买的 这个我很喜欢 你很喜欢 跟你们原来的那种欧式的品相 很像的 就找齐了 然后这个吊灯也是那种比较奢华的 水晶的呀 然后颜色也是比较低的 比较奢华的那种紫色 紫色还有一点神秘 对对对 这个窗帘呢 也是欧式的这种非常典型的图案 花纹 然后你那两边的大柜子啊 那个各撤掉了上半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 也太厚重了 太高一天就觉得有压抑的感觉 对太闷了 这个镜子是很像以前的 以前的 但是 三个框 对对对 这又蛇滑了吧 又蛇滑了 这个框呢 上上次就提高了 对对对 剩下了一点窗帘布也没浪费 把你的钟给穿了一些衣服 我就跟他说过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对 这个聚物改造 对 聚物改造 也是你们家的灯 以前的灯 以前的灯 灯罩 还有那个表面的屏幕 屏风 屏风 对 用这个灯罩啊 做了一个底座 看这样子 太有材了吧 对这样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是吧 很漂亮 非常好 非常好这个金属的 又吸了一下这个 对 噴了一下 红人一体的 红人一体 颜色也都非常相近 哦 你刚才说到这个屏风 给你把这个屏风拆了 对对对 哎呦 你不会伤心吧阿泰 看到这个我怎么还能伤心呢 你就不会伤心了 另外呢 就是隐凤还潮的意思 因为你想当心房的 是吧 对对对 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 一个寓影在里面 真是 嗯 呃 刚才特意跟我交代 这样的一个细节 就是你们还 你们拍了婚纱照了吗 还没有拍婚纱照了 拍吗 准备拍 准备拍了 花开的时候我们就拍了 好 给你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墙 哦 棒 就以后把我们的婚纱照 对对对对 一进门就是你们两个笑脸 笑脸迎接大家来 对对对对 她冲着入户门的 真人版的现在是 真人版婚纱 嗯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呢 好像现在就就会说个好了 他们家好 你们家好 我们家好 那就那咱们就见见吧 好 好 来都在其 其实我没敢使劲开门都在这儿呢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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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48小时结束了 两边呢都非常的满意 各自都说我们家比他们家好 那是肯定的 那是最好的结果 那我们开始送礼物了 我先打开箱子看看 各自认领各自的 好吧 嗯我想我先不开箱子 我先从我的这个小包包里 小包包皮里 一样一样的往外拿 拿出来 这是谁的呀 我都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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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列火车 赵妍 你想不到我送这个东西吧 没想到 但是我明白 我觉得你看到它应该会想起我们03到07年 离别的四年 当时我们不在一个城市 相隔一千公里 我们每次相去的七点都在火车旁边 每次相去的终点也在特别旁边 这其中的酸 甜 苦辣 只有我们自己能体会 现在我想把这四年的回忆 丰盛在这辆火车里面 送银放在我们家里面 我希望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我们会想起以前的所有的美好回忆 我想我们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我爱你 好好珍藏这列火车吧 这是你们情感的快车 这个谁来认领一下呀 看看她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她有一个名字的 这个礼物的名字叫在一起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永远这样手牵手 相互取暖 永远在一起 来让老公把左手放进到这个小手套里 你把右手放到小手套里 然后你们俩在里面牵手 手牵手 听到里面哗哗哗哗的声音了吗 让老婆拿出来说说什么意思 我记得我们俩婚礼的那天 爸爸对我们说 我们工作了承担的是社会责任 结婚了就要承担家庭责任 这两个钥匙呢 是我们在上海的小家的钥匙 在一起的应该不只是我们两个 应该还有我们的父母 所以在这里想对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说 爸爸妈妈你们看到了吗 交换空间把我们的家变漂亮了 嗯 这里不仅是我们的家 也是你们的家 希望你们有空的时候 能来家里多住一段时间 尤其是今年要来看世博会 我特别怀念以前能够整天喊爸妈的日子 那是做儿女 最大的幸福 所以这两把钥匙 一把是给你自己的爸爸妈妈 一把是给我老婆婆婆的 对我老婆婆婆婆的 好好好 真是孝顺的一对儿女 来 祝你们一家 现在是小两口 能够美满幸福 往大了说 你们家一共是六口 因为双方的父母加上你们俩 都能够美满幸福 你 我这个是想送给我们家 勤奋好学的菜菜 一个笔筒 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的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像毛主席教导的一样 这边上面有她写的 一个几句话 叫爱情上上千 海棠花开 情投意合 半量心居 远近世博 交换空间 创意生活 今朝梦缘 甜蜜满多 这首诗里面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海 梁 圆 圆 然后也正好是为我们参加交换空间这个节目的一个纪念 也非常感谢就航空间节目 感谢设计师和我们的红队的选手把我们的新家打扮的这么漂亮 爱情上上千 爱情上上千 以后等你高兴的时候就让她摇这个签 对 这里面也算对她的奖励 因为我觉得一直在一起都是你对我照顾的特别多 这个送给你也为你以后能够实换我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是吧 然后我也想对你说 圆圆也为了也很愿意心甘情愿的为你做很多事情 谢谢你 谢谢 好了 来 带菜菜了 王冠 王冠 这个你一定非常喜欢 帮你戴上 很远 今年十月我们就要举行我们浪漫的婚礼仪式了 那在婚礼仪式上 我还会将这个皇冠亲手戴在你的手上 那一刻 你将成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公主 最幸福的新娘 最完美的我的妻子 会的 好了 在节目的最后 我还是要特别感谢叶之峰装饰 以及美的凡帝罗冰箱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还是要发出一个城市的邀请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交换空间 来 交换的空间 情感的故事 两个 用几个家的房子 你家 你家有我装 我家有你装 只要 别和从前一样 你家 很漂亮 我家 怎样 你家 我家 自己亲自参与了 才发现 原来 这不是神话 这是真的 太神奇了 所以我觉得 特别的感谢交换空间 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以后 我都快就知道 别人着急了 是不是大话 我怕 万一把他们的家改造的 他们不是很喜欢的话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了 交换空间 既然既是空间的交换 也是人感情的交换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